2024年9月11至13日网络言论选和要闻热点 公然损害党中央的面子和维稳工作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9月10日在费城举行首场辩论 辩论一开始两人被主持人问到其经济方案时 特朗普表示 他将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正如你们所知 我从中国那里征收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 他相信美国国内产品价格不会因此提高 价格上涨的将是中国和多年来一直占我们便宜的国家 哈里斯则称 特朗普在主政期间向中国出售美国芯片 帮助中国改善军队并使其现代化 他并批评特朗普在新冠期间发推文 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刘仲敬说 竞争性排华学 某人说刘柏仪差不多得了 还是那句话想达经费 人事财政监察 情报的监管权老老实实交出来 美国人行政纪律非常严苛 但是交出来了 我们还要你做什么 华盛顿是缺华人行政人才 还是缺华人军事人才 你就老老实实去威地马拉 做商务参赞 这个肥缺就行了 刘仲敬说 缴夫损响刺探 可以请示上级 派贵国有决策权的主管官员 携带有效证件和授权委托书 在双方都同意的时间地点 与大蜀民国委任的情报官员会晤 共商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 无风险 无收益 对双方都是这样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刘百姨差不多得了 我的上级对你这类人毫无兴趣 也根本没有听说过你们 请不要来碰瓷美国政府 刘仲敬说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上线的纪律 还在 已经不错了 某人说 美国国会众议院复会两日 通过多项针对香港和中国的法案 其中以413票同意 三票反对的极大差距 压倒性通过 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 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成为法律的30日内决定 是否关闭香港经贸办 三个在美国的办事处 美国众议院 香港经贸办 经贸办认证法案 刘仲敬说 关闭香港 某人说 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前线使用朝鲜车辆 朝鲜的军备质量 与中国的军备质量相比如何 一文 刘仲敬说 当然是朝鲜更可靠 俄国人是熟悉中国武器和军官的 其实从1979年的中越战争 就已经可以看出 毛林废除俄式训练标准的后果 朝鲜和越南 一直沿用苏联训练标准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朝鲜军械五倍还可靠不会吧 俄罗斯士兵电报里 对朝鲜炮弹那垃圾质量 那可是骂声一片 经常导致炸糖和人员受伤 按这种说法 牢中军械五倍那是有多烂 刘仲敬说 俄军是作战部队 科威特军队是演习部队 作战部队继续用就是杀伤力足够 演习部队退货 那就是作战部队根本不能用了 科威特得到的出口货是指定用美国引信的 比匪军自己用的好 匪军去年海上演习 多用几发炮弹还算为计 也就是说 平时是储存到过期报废 确保人人没有责任为主的 抱怨就是不如以前用欧洲器材生产的炮弹 继续用就是比较起来 已经没有更好的了 比较的对象当然是包括中国的 中国现在卖几万发炮弹给阿联酋 就算大喜事 依靠出口换汇才能维持全球化生产 和匪军本身的补给 如果不敢公开买卖 瓦格纳之类雇佣兵很容易从中东转手购买 就像实际上已经购买埃及武器一样 然而他们并不 事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针对加拿大政府宣布 对中国电动车和钢铝产品课征高关税 中国即日起对产于加拿大的油菜籽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这并非第一次中国启动贸易战 上一次是因孟晚舟案 而禁止加拿大油菜籽进口 刘仲敬说 问题在于中国是全世界菜籽油 最大消费和进口国跟大豆一样 只会导致绕到第三国的更高价格进口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3票对3票压倒性通过 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 虽然仍需送交参议院审议及总统签署才会生效 但中方反应强烈 除了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更警告 如果胆敢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 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制 刘仲敬说 断交撤侨排华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二表示 美国必须在21世纪的竞争中击败中国 而他的总统竞选对手特朗普则表示 中国害怕他 如果他重返白宫 中国将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关税 刘仲敬说 竞争性排华学 国感资讯网报道 印度米佐拉姆邦首席部长强调 必须与若开军建立友谊 并合作9月4日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 印度米佐拉姆邦首席部长 拉尔都霍马 在与当地亲族小区会面时 强调要与若开军 建立身后友谊 并开展互利合作 刘仲敬说 印度帝国注定是 赞米亚军阀混战的大赢家 正如中国注定是 这场混战的最大输家 军阀战争蔓延到 华蜀赞米亚和印度支那 只是时间问题 后二者的改革开放干部和豪强 早已将大量资本投入缅甸各路军阀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说 英国议会下院星期二 9月10日 以348票对228票 驳回一项 反对削减冬季财暖补贴的议案 这意味着 约1000万名英国养老金领取者 将在金冬季天拿不到财暖补贴 刘仲敬说 工党政府继续替保守党执行注定得罪人 但非常必要的财政平衡政策 B说 您的大英万叶已经满盘皆输了 刘仲敬说 工党不愧是国王陛下的忠臣封建余孽的老党 费拉右派倒是像极乐五四青年和三种人 什么都是帝国主义 考虑到他们发明的白左建制派约等于全球化帝国主义 倒也不失为可靠的阶级本能 害我 A说 埃及准备采购兼实替换F16古墓派反贼盖行刑了 刘仲敬说 乌克兰战争以后的国际军售市场 法国挤掉了俄国 土耳其和韩国挤掉了中国 中国的出口 六成给巴基斯坦 也就是中国贷款买中国武器 另外配送一套晶元项目 中国军售的意义不在军售本身 而在于匪军自己是吃外卖剩饭度日的 否则全球化军工产能不足 维持不了匪军的炮弹和火箭弹不挤 这方面的材料是匪军战争能力的参考 值得志愿者调查研究 情报收集长期靠谱者 大鼠民国如约给予编制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A说 欧美说中国产能过剩 布林肯批评中国公司帮助俄罗斯 重建了国防工业 出口俄罗斯军民两用产品 造成俄军越来越厉害 美国国会说 大疆无人机占了美国市场80% 因此需要禁用 为了避嫌中国不得不管制出口 再重型无人机 只有你还停留在你青春期80年代 中国炮弹还需要进口引信 产能不足的时代 刘仲敬说 七八十年代 其实是贵国唯一产能足够的时代 可惜好景不长 B说 刘百仪差不多得了 贵制产能不足的问题在于条块分割 砖营垄断 体质低效 无法进行军事总动员 但这些问题 在新统派那边都不是问题 沿海的工业机器发动起来 无数弹药可以从武汉铺平到重庆 所以 市与市都在新统派一边 刘仲敬说 确实 缴附损是把太阳能板血汗工厂 也算在兵工厂里面的 别说 中国现在的工业能力宽度和深度 都能迅速转换成军工产能 这就是为何辽宁省出口俄罗斯出口额巨增 因为辽宁是老工业基地 有若干机加工和机床企业 这些工业产能只要一释放 足以支持一场对美国的代理人战争 当年一尊提倡军民融合也就是这个意思 将部分军工需求向民营企业开放 解决军需成本和产能问题 刘仲敬说 所以说你连什么是军工生产都没有搞清 C说 那日系武器有没有扩大市场 刘仲敬说 一直都很小 有一点放宽 果敢资讯网报道 拉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群众工作小组 继续前往拉虚市其他小区召开群众会议 某人说 墙内你们的账号都被封了 在推特上就多发些内容吧 总会有人帮忙搬运的 刘仲敬说 沦陷区各派系分别在物资和舆论方面支持自己的盟友 也就是支持相互敌对的缅甸军阀 你帮澎派通缉白派 他帮白派封锁澎派 熊帆的公安和商会暴露派性非常露骨 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白区党各地改革开放干部和豪强不断勾兑的结果 并不值得惊讶 但还在胡锦涛时代 肯定早就拿下几个高级军官和白区党干部 然后地方干部和豪强就会至少表面上低调一点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公开保护境外合作者 赤裸裸地帮助盟友打击境外敌人 不在乎承认缅甸军阀混战等于沦陷区派系斗争的分支 公然损害党中央的面子和外交部 匪军的维稳工作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说 说实话 这两党啊 就不能选一个没有明显短板的人为美国人服务吗 川普护院 拜登撒天下 B说 有道理 川普坐内美国总统 拜登坐外美国总统 刘仲敬说 前三雄执政 拜登哈里斯治理欧洲俄罗斯 川普万斯治理美洲非洲 黑利彭斯治理亚洲 徐孝欣说 海坤号延到118年裁击案 明年前见20亿预算先冻结 某人说 垃圾进入中华民国台湾 国防委员会 马脚露出来了 破坏国家安全进程 应该关起来 刘仲敬说 国安破坏者是马英九 2024至2028的窗口期没有潜艇 是他的政府造成的 现在的匪谍倒是影响不大 效果落点已经在沦陷区军阀混战的2032年了 台湾如果无法下阻战争 或遭到不必要的战场损失 头号战犯就是马英九 没有第二人 B说 中国上半年财政缺口达到5.7万亿 放眼望去 全国一片哀鸿 仅上海一支独秀 B说 还上晋国一 6万亿的能源欠款 就知道谁在一支独秀了 沿海的掌柜们虚弄清楚 自己的总部账房靠着是谁 刘仲敬说 晋国独立唯一出路为说 哈佛大学黑人学生入学率下降 因为最高法院有效终止了平权行动 刘仲敬说 各族一排华不可避免 B说 开打的位置最好在西南 而不是在海上 刘仲敬说 大鼠民国的利益跟三月不同 最好没有太平洋战争 沦陷区军阀混战足够久以后 在米亚徐徐拦入 不过这样一来 吴越肯定要遇见张献忠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 盟军占领三月 但很可能把内地抛弃给张献忠 连准备的时间都不够 当然 无论哪种路径都优于现状 大鼠民国总会有利可图的 只是蛋糕大小不同而已 世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墨西哥司法改革通过参议院 这是有争议的法案 面临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 该法案计划改为通过 选举而非任命方式 选担任法官 刘仲敬说 狂野的西部回来了 某人说 消息 越南电视公开警示 美国NGO机构在当地大学校园 大量撒种子准备搞颜色革命 刘仲敬说 越南的未来不是颜色革命 而是军阀混战 当然 学生运动很可能像缅甸同侪一样 投靠加强各路军阀 过去几十年 改革开放干部 豪强 军署和海外势力 海外资本的勾兑 早已盘根错节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经济下行 地方政府已经适时破产 于是各地动用公权力 开启了一个新兴行业 远洋捕捞 也就是地方公安局社局 捕捉那些异地的财主 冻结账户 敲诈勒索 现在最典型的就是 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 把广东的企业 传营控股的财务负责人抓了 要放人就给钱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愈演愈烈 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到后面一定会出现异地公安到本地抓人 然后被本地公安把抓人的公安给抓了的事件 这其实就是阿姨说过的地方军阀开始产生的雏形 以后各自为政是必然的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中国欧盟商会9月11日发布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建议书指出 旗下约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在华利润率 已降至全球平均水平最低 报告称 这些企业的总部和股东普遍认为 在中国投资的回报 不再与面临的风险相衬 风险越来越大 回报似乎越来越少 刘仲敬说 接下来就是军阀经济了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某人说 阿姨打扰一下 我满如果太平洋战争状态下是会被盟军占领 还是三不管扔给大陆上的势力争夺 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 韩国人会不会派维和部队保护岩边人 日本人会不会干涉大连这样的地方 满洲大多数地方我已经默认会加入罗斯人 朝鲜人二轮县区县中等的欧亚大混战了 刘仲敬说 这要看欧亚军阀混战的进度为说 刘百仪差不多得了 北越南下部队人数只有南方部队的三分之一 重装备不足南方五分之一 美军留下的燃料弹药被剑堆积如山 到今天都没有用完 依然是摧骨拉朽的状态 不懂不要出来胡说八道 B说放他妈狗屁 你的事实是从你屁眼里抠出来的 美国撤军那年通过国会法案断绝了南越的所有物资援助 南越的弹药几个月内就打光了 居然独自撑了两年 南越国军根本就没有进攻性武器 只有清兵器 好好学习这个研究 不过我看你根本听不懂英文 刘仲敬说 西贡战役的时候 越南国军大概还有六万 多亏了黎明岛从春路撤出的部队仍然完整 其他各线撤退的残兵 都没有时间重组训练了 越南恐怖组织进攻西贡的部队 按照自己和美国方面的统计都在五六十万之间 越南共和国的民兵和预备役是纸面上的 人口财富最多的湄公和三角洲一直都在观战 越南恐怖组织是父女儿童清朝出动 十二岁女童和六十岁老太太拿着中国步枪地雷当民兵 十六岁男孩十八岁女孩就要开苏联坦克当正规军先锋了 苏联军功的膨胀主要就是越南战争 武装人民军二十年提供的T-54坦克足够准备苏军五十个师 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首先供应河内 越南人民军前线指挥官普遍受过苏联培训 而在任何时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只有极少数 说实在的无论1933年还是1948年 在军阀部队当过军官在匪军就是宝贝了 越南共和国复国唯一出路某人说 美国海豹部队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帮助台湾 正是这支部队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 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小组正在计划执行一项任务 以帮助台湾应对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军事对抗 刘仲敬说只要武装大蜀民国国军 美军根本没有出动的必要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南越沦陷之前好歹还有春陆战役 阿富汗沦陷前政府军有什么抵抗 1975年4月的春陆战役关乎南越命运 因为欲向西贡进发的越南人民军 将春陆视为南越首都圈东边的重要目标 南越国军第十八师在师长黎明岛率领下 与人民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苦战了两周 刘仲敬说 萨达特将军的阿富汗特种部队一直打得很好 换在越南就等于顺化的海军陆战队 和波来谷的空降兵一直守到西贡陷落以后 阿富汗特种部队也是后期战争的支柱 但在议和以后就开始缺乏配件 出动率急剧下降 也是只有在他们出动的地方 陆军才能维持士气 出动率下降导致战线崩溃 两者的阶级基础都来自类似天主教小区的少数 跟多数国民脱节 但相当稳固 并不因沦陷而瓦解的群体 越南恐怖组织只能镇压一部分神父和军官 无法消灭天主教 埃密尔国也只能暗杀一部分军官 消灭不了阿富汗自由阵线 F和马苏德父子的塔吉克军阀不一样 基本上就是阿富汗共和国去部落化的军官阶级 某人说 美国撤离前留给南越的武器再多 但南越籍全国之力已拿不出哪怕一个月份的汽油和两个月份的储备弹药 1975年4月21日春路失手 南越总统阮文绍也含泪水 在电视上发表公开讲话 在痛斥北越破坏巴黎协定 并谴责美国被信弃后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陈文香 9天后南越政权正式垮台 刘仲敬说 西共战役打得不比春路差 甚至一二军撤下来的残兵战斗意志都很高 如果不是总统明下令停火 即使在总统少的高级军官全部逃走 前线部队人自为战的情况下 防线仍然非常坚固 注定会实现五元甲最害怕的噩梦 逐去攻坚 把西共打成柏林和太原一样的废墟 西共再加上湄公和三角洲的第四军 本来还可以再打两三个星期的 国民党嫡系 即使在孟良顾和塔山以前 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表现 只要陷入甚至不一定必败的包围 总是迅速崩溃和倒戈 逐必败的绝境 再三挫败强敌反复进攻 只有禁军和诸夏抵抗组织才有大量的记录 像越南天主教民团 从1945年的红河三角洲到1975年的西共郊区那样的顽强抵抗 在滇前署相贵干月的抵抗组织 例如廖泽 陈光忠等爱国者 从1926年打到1952年的记录是非常相似的 充分说明诸夏各国 包括跟越南同种的百越各民族才是真民族 只有真民族才有爱国主义和抵抗能力 中国只是假民族真帝国 当然是不堪一击的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德国之声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表示 以最终确定对中国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 半导体 钢铁和其他战略商品大幅提高关税 某人说脱钩最后冲刺截断 双方都要加油 刘仲敬说 连大选都等不及 感节奏呢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荷兰国会以147票对3票 通过一项涉及台湾的动议 内容提到 拒绝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并要求荷兰政府在欧盟 依用内部寻求对这项立场的支持 感谢国际友人一起守护民主 对抗中共的恶意扭曲 刘仲敬说 国际社会普遍跟进 造成台湾以某种形式参与联合国 就是未来几年的事情 等于是逼中国在指定窗口7摊牌了 中国开战固然必败 但B战更会沦为 无力驾驭军阀豪强的袁世凯 吴佩服 无论如何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遵义会议地址是百徽章的家 1937年 国民革命军改编 柏徽章任102师少将师长 松湖会战 徐州会战 长沙会战 美战碧雨 在长沙北郊新强河战斗中 百徽章率全师 坚守21天 近万人仅于600人 1952年 百徽章以反革命罪被枪毙 他的家也被收为国有 他的女儿我认识 他能要回这属于父亲的楼房吗 刘仲敬说 百徽章投靠蒋介石 导致前军自周西城时代以来 平衡蒋贵 保禁安民的传统政策破产 国民党军队占领夜郎 前军不得不背井离乡 跟并无厉害冲突的日军作战 损失大部分资源 最终无法抵抗中国恐怖组织的入侵 已经背叛了祖国 邓小平率领匪军入侵以后 又公然投靠匪军 卖国之罪时不容诛 因为个人利益受到损害 才派自己的弟弟携带武器 投靠抵抗组织 企图做两面人 结果被中国恐怖分子抓获杀害 中国恐怖组织从未给白某平反 因为他做两面人的证据确凿 并不存在诬陷冤狱 但因为百家毕竟是反共不反中 更不反华的统派 默许他们在民间散布平反冤狱理论 叶狼爱国者理应认识历史真相 并引以为戒 绝不要对任何党派的中国政治势力 给予丝毫信任 绝不要幻想局部妥协合作 能够换取更好的待遇 只有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反恐排华 才有个人和民族的最好出路 大蜀民国无条件支持亲邦夜郎的反恐排华斗争 无条件恪守前蜀条约 允许前军分享重庆港口收入 向前人前货无条件开放重庆港口 和杨子江国际航道 保证前军和蜀军共同执行 保护两国通向海洋的自由通行权的国际任务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说 我美国公民中国有没有皇帝关我屁事 B说不装不行吗 你自己无意间都说漏了 B说没装 我太太土生土长美国人B说 哦 果然倒插门 刘仲敬说 东南亚华裔白区党女主人 把缴夫损从2021年的地界法庭程序当中截出来 缴夫损只要背叛女主人和白区党 程序就会把她送回轮陷区 一个24小时没有黑暗的坚固房间搓淡淡 B说 推荐温客间的这篇砸锅卖铁 地方债务的前世今生砸锅卖铁的背后 是百万亿地方债务的击中难返 人们仅可以嘲笑砸锅卖铁这个词的土味与狼狈 但在嘲笑之外 欲图清醒认知时代的人 还必须全面审视其背后深层次的现实成因与正经逻辑 B说 所以其实是开放金融会解体 不开放金融会爆炸的局面 民国各地军阀其实也基本是靠借债度日 但他们一般是以矿产 海关这些相对好的抵押品来向外国银行借钱 这个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方债的问题 但这也就导致任何北京或者南京自称的中央政府 除了带兵来抢以外 休想再管他们了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要闻热点 美国之音报道 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开始的中国州接近尾声 截至星期四 9月12日 包括台湾 香港和电动汽车在内的 共28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 不过 由于近期争论激烈 被认为影响力重大的涉及美国对华投资等议题的法案 并未入围讨论范围 中国州也被一些分析人士和政界人士认为 其实对中国软弱 美国国会在六周夏季休会期之后 于9月9日复会 在复会的第一周 众议院把许多与抗衡中国有关的立法 一起送交全体议员表决 星期四 9月12日 继续就涉及中国的法案 进行院会讨论和表决 并通过了终止中国在美国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地位法案 因此 本周也被观察人士称为中国州 而中国媒体则斥之为反华州 由于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临近 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目前只剩下约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审议这些议案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 斯卡利塞 在本星期早些时候 对美国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表示 我们希望把所有活动合并到一周内 这样大家就能真正集中精力 认识到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 一按内容横跨香港 台湾 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无人机 电动车电池制造 和中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等众多领域 截至目前已有28项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其中包括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对来自中俄等国公民购买美国农地 进行国安审查 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 禁止国土安全部资助孔子学院等一系列法案 曾就任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现任咨询公司灯塔全球战略高级副总裁的 监乙荣 Ivan Kenapathy 告诉美国之音 针对中国法案的集中火力讨论 过去几年往往发生在参议院 所以这次众议院的中国州并非惯例 众议长迈克 约翰逊 Mike Johnson 早就今年7月就开始造势 称因为目前中国对全球和平构成了最大威胁 国会必须集中精力 用尽一切手段打击中国 众议院将对一系列法案进行投票 授权下一届政府 在上台第一天就开始打击敌人的经济 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美中研究与宣导高级顾问 阿里 维恩 Oliwine 告诉美国之音 在总统和国会议员的选举年 候选人往往面临更大的压力 需要展现自己对华强硬的态度 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 国际项目部主任何伟龙 Wesley Alexander Hill 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州尽管火力看起来非常密集 却并没有任何意外之举 他说 本周如此密集的涉华法案投票 向所有观察者发出的最大信号 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 他解释说 未来无论是特朗普政府 还是哈里斯政府 政策都大致相同 关于策略细节 会有一些小争论 但就战略而言 不会有太大区别 中央社报道 荷兰国会今天以147票 对3票通过一项涉及台湾的动议 内容提到 拒绝中国扭曲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 并要求荷兰政府在欧洲联盟 以内部寻求对这项立场的支持 根据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荷兰国会这项动议 获得14个政党支持 包括现任外交部长 所属的新社会契约党 New Social Contract IPAC为多国国会议员 为因应中国变局于2020年6月4日成立 关注台海等中国重要相关议题 中国近年持续将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与意义中原则连结 压缩台湾国际参与空间 荷兰这项由民66党 第66众议员 IPAC荷兰 共同主席帕特诺特 Jane Patenot领头的动议 寻求确认联大2758号决议的真实意图和范围 除驳斥北京歪曲决议的行为 并要求荷兰政府在欧盟内部寻求对这项立场的支持 帕特诺特表示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被当成工具 用于阻碍台湾 用于阻碍台湾在全球舞台上的合法代表权 这种情况已经太久了 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如何解释这项决议 并确保它不再被滥用于让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晋升 荷兰刚才通过的动议 旨在为台湾参与打开大门 而我们不会再让北京关上这扇门 IPAC今年7月在台北通过决议指出 联大第2758号决议没有提及台湾 没有处理台湾的政治地位 也没有主张中国对台主权 帕特诺特也参与了当时的表决 澳洲参议院8月也以IPAC决议为范本 通过挺台动议 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不设台 欢迎您的点赞订阅和分享转发